加个注解 就可以达到排序的作用了 那接下来就是 我们就是新增工作表的动作 所以你会发现有没有 他会就按照小咪小张老王菜头 最后才是一个瑶瑶 有没有 他就按照这样的排序 所以基本上 如果将来你要增加某个功能进去之间 你可以先想一下 这个动作我先把它录下来 第一个 第二个是在什么地方执行 因为程式执行一定是线性的 所谓线性就是由上到下 他不会跳跃的 他一定是从步骤一二三 你要看一下 刚好你这个动作 在什么地方会需要做改变 那你再去录制 并且把那一段程式放进来 基本上就按照你的方式去做排列了 所以这样的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完成之后 并且把这个地方删除 然后 删除除 然后Auto filter 或者跳开 OK 你会发现 就按照我们要的顺序排列 OK 所以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可以试试看 那刚刚我们练习的话 是在这边做练习 快速分类 如果说你要把它加到什么呢 加到项目里面来的话 是在这里 实际上也是这样 你把上面的那一段程式 扣到这边来 一样的位置 也是可以run 只是说 这个项目部分 如果你要按照排序 都由小到大的话 你可以把刚刚的这一段程式 排序 这一段程式 把它copy一下 然后放到什么呢 因为我们表单里面 呼叫的工作表 是下面这一个 所以我贴上之后 把这个 三个地方 把它改成R就可以了 把它改成R 那为什么改R呢 因为我们会传递一个项目 它会根据业务是传3 产业别就传4 产品就传5 传进来它就接收到R嘛 那R它就是哪一栏 它就去按照那一栏就做排序 所以我改完 基本上我们来试试看 如果我这样改完之后 我没做什么调整 切回来我看一下 如果按照产业别 应该产业别也会按照 产业别的 笔画有小到大排序 基本上应该是 服务金融政府支 应该是会按照它的笔画排序 这样好像看不太出来 产品看看 对产品应该是 笔画就会有小到大就排序了 OK 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试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就是多增加一个录制聚集的动作 然后最后再把试试加进来 好 对产品应该是